我其實鼻子過敏非常嚴重 而且我嚴重到之前 我還有開過刀 因為鼻子有息肉 然後鼻中隔著彎曲 然後我的過敏體質也影響到我的小孩 對 我的小孩也有什麼樣的過敏 就像你剛剛講 媽媽 我鼻子在睡不著 不然就是早上起來 明明就是穿那寶藏袖了 對 走兩步就啊啾 然後兩條就跑出來 真的 可是也是輕輕的 也不是什麼濃鼻涕啊 對啊 就很誇張 你知道 因為我之前家裡住二樓 然後我大伯住在我們家樓下 他起床我都知道 起床我都知道 因為啊啾 然後你知道他怕打得太大聲 鄰居會發現 所以接下來他就會開始這樣 捏著鼻子有沒有 結果你怎麼發現 震動發現 全家都在動耶有沒有 真的 可是這樣真的太嚴重了 過敏真的會生不如死 太痛苦 我們就來檢測一下 到底你是不是過敏 好 你的過敏症狀有沒有這麼誇張呢 好 一 起床就狂打噴嚏 我相信大家都有 對啊 你剛剛就說 這就是我 而且我有時候睡到半夜的時候 也會突然就 一直揉鼻子 然後起來就一直 HA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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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就會這樣 但這就是過敏了 對啊 好痛苦喔 然後第二 秋冬都只能用嘴呼吸 鼻子是裝飾用的 你知道嗎 鼻子只是五官的其中一個 但它沒有作用 小孩很容易這樣 待會兒再來分享 好 第三 每天用掉兩大包衛生紙 這麼誇張 怎麼只有兩大包呢 真的假的 我們家一個禮拜 應該會用一串吧 這麼多 對 真的太誇張 你這樣太浪費了 我老公說 不能浪費衛生紙 還好我沒有嫁給常明哥 還好 我老公說打噴嚏要瘦 然後把他捏完之後又洗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之前有一陣子 我婆婆就說 不要這樣子浪費衛生紙 對 所以呢 我兒子就說 媽媽 hatch you 就刺到我身上 蛤 哈哈哈 哎 我覺得他好聰明 因為你的衣服也要洗啊 所以這樣才會移行他的衣服 對 比較大件可以用比較久 是不是 你聰明 對沒錯 好接下來是 連眼睛都會紅皺 天啊 一定的 我們家只要一躺上床 我大概不到一分鐘就開始醒筆涕 揉眼睛 我就知道啊 一定又是不知道什麼過敏緣 不知道塵嗎 還是什麼 又走上我了 對 而且很奇怪耶 都是秋進入冬季 對 沒錯 才會開始這樣 到底為什麼呢 那我們請三位一同來舉牌囉 好不好 也提醒粉粉們 有相關問題趕快立刻線上問診喔 好 第一題 請問打噴嚏超過兩周就是鼻子過敏對不對 請舉牌 兩周也太久了 哎呦 欣宇你有超過兩周啊 我31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從小到大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 我就是你大伯那樣的人 就是一打噴嚏全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是都不停的嗎 我是真的只要尤其你講沒錯 就是秋轉冬的時候特別明顯 每天 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好痛苦 還有一個是要轉春天的時候 花粉季也是好慘 好慘 那你每年最舒服的時候日子很少耶 夏天 只有夏天 進冷氣房也會打噴嚏喔 進去冷氣房應該也會吧 冷空氣嘛 陳醫師 為什麼你舉三角形呢 因為其實過敏比較嚴格的定義應該是說 要有些東西來刺激它造成這些現象 才叫過敏嘛 那有時候是感冒後期沒有好 那不能 我覺得嚴格來講不能叫做過敏 對 可是過敏會超過兩個禮拜 一直做同樣一件事 打噴嚏嗎 你說一個那個刺激員一直都在的話 像說你到床上就會打噴嚏流鼻水 那過敏也一直在床上 沒有清掉 每次到床上就打噴嚏流鼻水 那就是過敏了嘛 我懂 所以那陳醫師你也是這麼認為嗎 對沒錯 就是要有那個刺激物在 它可能會打比較久 可是如果是過敏的話 它有一個特色 它喜歡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發作 特定的時間地點 也就是說 上班的時候不會 但是回到家就會 對對對 所以是這樣子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如果你是塵蠻過敏的話 其實在室內 家裡最容易發作 所以可能出門的時候 都還好 走走走都沒事 回到家門一關起來 開始眼睛仰鼻子仰就發作 哇天啊 那所以 對另一半過敏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對一回家 老婆在家 才打算你流鼻水 那是你吧 對你老婆過敏 我鼻子還不錯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OK 接下來第二題 請問流鼻涕 流鼻涕 流鼻涕超過一個月 就是鼻子過敏對不對 請舉牌 流鼻涕耶 一定對 你們為什麼兩個都很明顯 我流了31年就是這樣啊 而且 流的都是透明的對不對 就是透明 然後不是黃的那一種 過敏通常都是像水一樣 輕輕的 對不會有鼻涕的症狀 陳醫師 對啊 所以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要有些刺激物嘛 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地點 那個才叫過敏 對那有時候 莫名其妙就流鼻水 要去找一下 是不是感冒的 對 那陳醫師我想請教 兩個都陳醫師 那個硬抓啦 是 請問喔 請問喔 那個過敏的流鼻水 通常都是白白的 然後像水狀 不會是 就是那種濃稠狀嗎 對 絕大部分都是透明水狀去流出來的 會到有濃稠狀 黃黃綠通常是河濱細菌感染 那就已經是感冒了 發炎感冒 對發炎感冒 對 可是在小朋友一個狀況 也是會出現這樣長期流鼻水 或打分剃不會好 手指拿東西往裡孔塞 他每天都塞他 他也蠻厲害 異物災 對 卡在裡面沒有拿出來 一直反覆刺激 也會一直流鼻水喔 好動喔 小朋友比較常見一點 小朋友就認他流嗎 不行 要趕快拿出來 要趕快拿出來 對 這樣鼻子都 裡面有東西不是不舒服嗎 對啊 對啊 有小朋友 有小孩會這樣 之前有一個更誇張 英國一個人 他就到 他老煙槍嘛 可能到40歲時候 開始咳嗽 咳不好 去檢查檢查 兩年都找不出問題 後來醫生用氣管鏡去照 發現裡面有一個小東西卡住 什麼東西 原來是40年前 他玩小汽車的時候 有一個三角錐 三角錐 卡了40年 三角錐 玩具三角錐 對 卡了40年 然後他本來以為抽菸嘛 抽太久會咳嗽肺癌什麼的 他都沒問題 去照氣管鏡才發現說 一個小東西卡在那裡 哇 現在這個零件也找不到了 真的 我也是太 我也是太佩服他 他就這樣痛苦了40年 我想到了 就是剛剛陳醫師講的例子 我有一次 就是在醒鼻涕的時候 我把它攤開 就醒一醒到最後 已經變得有點爛爛了 對不對 對 有一腳被我吸進去了 然後我就覺得怪怪的 可是那張位置還是很正常 因為爛爛我也封出來 到底哪一腳 結果 在半夜的時候 我也打了一個大噴嚏 把它醒出來 但是 就像陳醫師講的 那一段中間的時間 我就一直不斷的流鼻水 真的喔 就是真的刺激到 刺激到 然後又引發裡面的過敏發炎 對不對 我唯一醒過的就是 范莉 哈哈哈哈 因為嗆在范莉 嗆到 很有可能對不對 對 鼻子有有可能從鼻子出來啊 而且你如果沒有醒出來 在裡面如果有噪聲 還是會有臭味 會敗壞 所以范莉在裡面會噪聲 對 有些食物如果卡在很裡面的地方 也沒有弄出來 真的會有些臭味 真的喔 有些就以為是什麼鼻竇炎啊 什麼 結果一檢查東西拿出來就沒事了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藝物卡在這裡 是找耳鼻喉科嗎 對 耳鼻喉科 OK 還是要小心啦 好接下來第三題請問 聞到花香就打噴嚏 就是鼻子過敏對不對 請舉牌 聞到花香 唉唷 唉唷 我給你們的故意 所以跟陳醫師是一樣的 配對成功了 唉唷為什麼 芝加哥不一樣呢 因為我覺得 那也算一種過敏 因為有個特定的東西嘛 對 它聞到覺得刺激太強 然後就開始打噴嚏流鼻水 我覺得可以把它定義為過敏 所以 嗯 不是每個人都會對花過敏對不對 對 因為它這邊特別講的是 喔沒有香 不不不 花 對就是 有香味的花 對 唉唷 那為什麼心仪覺得 三角形 因為我覺得 呃怎麼講 因為我們剛剛都舉三角形 哈哈哈哈 你怎麼說有味 那也不一樣 對 但我覺得就是 花香有可能是那個味道 你不喜歡 有可能本身就 像我有些 像人家覺得香水百合很香 可是我偏偏就是 非常的 討厭那個味道 可是我不是對它過敏 所以 但是我問到它我也會打噴嚏 我也是 但我不是對花過敏 對 我對其他的花也不會這樣 香味 有些香水啊 你聞到特定的香水會開始打噴嚏 所以我不是對花過敏的人 唉唷 好奇怪喔 那硬妝 是 是這樣的嗎 對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其實打噴嚏這件事情 是我們身體的保護機制 對 去排除異物 所以像我們吸到過敏的時候 有人會它咻 如果是咻那一聲就結束了 那個其實不叫過敏 花粉也是一樣 如果我吸到之後它咻 結束了 那就沒事 那就沒事 對 可是如果是它咻完之後 繼續咻咻咻咻咻 咻不停 然後如果咻到那個花離開 對 才 才結束 才慢慢的結束的話 這個應該就算過敏 那就是對花過敏對不對 對 那如果是沒有香味的花呢 剛剛我們是說對花香嘛 嗯 那如果是沒有味道的花呢 沒有味道的花耶 有可能會過敏嗎 那有可能啊 真的喔 對啊沒有香味的花 他們的花粉都是靠瘋傳播為主的 所以他們花粉散得更遠 喔我懂 所以小孩非常明顯 因為我剛生完我兒子的時候 在坐月子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送花嘛 然後我那時候母嬰同事 花一送來 我兒子就開始 那麼小就會喔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會不會是感冒 然後我就好緊張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他應該是對花過敏 剛剛花還沒來 他沒有打 我說對 花一拿出去 就好了 沒事了 對 就這麼奇妙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他長大就不會了 那個時候抵抗力可能弱吧 有可能是這樣嗎 每個階段 過敏反應會不太一樣 每個階段不一樣 有可能長大一點 就會有點變化 就會好一點 喔了解 不過剛剛陳醫師講到一個重點 他請把那東西要打出來 對 因為剛剛講說你大伯 為了怕吵到別人 所以黏住鼻子 對 其實就少了這個反應 你沒辦法把東西用很強的氣流 把它噴出來 所以它變成說 東西如果一直在裡面 它就一直在刺激 它一直打噴體 一直過敏 就好不了 那你問到了一個好問題 請問一下 打噴體要讓它打出來 對 還是要按住 一定要打出來 一定要打出來 因為我們你知道那個氣流的速度很快 聽說可以達到時速100多公里吧 哇 跟開車一樣快 對 那你那個氣不出來它會去哪裡 之前就看到一個新聞 腦子嗎 對沒錯 它往腦子頂沖上去 把爐底沖破了 腦漿就流出來了 對真的有可能會發生 腦漿會流出來 會啊 如果真的太大力 因為它爐底破掉 尤其是小孩 對 因為你知道過敏的人 像我媽媽就是 就是在過敏的打噴體的時候 她是完全旁若無人的 像雷公那樣的 對 哼哼哼 真的我不騙你 大家不要笑 真的就是這樣 有過敏的人一定懂我來說什麼 真的 而且當我每次在過敏醒鼻涕的時候 我老公也是說 你好大聲小聲一點 我說我怎麼這個時候可能小聲 怎麼控制 完全無法控制 所以真的有可能 男生的力道有可能是這樣 真的 所以要小心 打噴體還是有學問的 對 要控制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粉粉的留言 帥豐說花粉症更可怕 花粉症跟過敏也有關係對不對 對 花粉症就是花粉的鼻子過敏 哦 了解 所以他只要是看到花 就害怕 對 只要有花 日本很多花粉症的 日本很多花粉症的 他們也比較乾燥 哦 了解 好 傑鴻說 我這兩天下雨 鼻子比較通 哎唷 請問 是不是下雨鼻子過敏症狀 就會比較好呢 陳醫師 這就要看他對什麼過敏啊 如果是像是對花粉啊 或是對空氣中的一些 偏2.5等等 或是會成比較過敏 對 下雨有時候會比較少 所以有時候有可能會感染一些些 原來是這樣 對 濕度高這些都會成績的比較快 不用請算命老師了 怎麼了 請陳醫師就好了 哈哈哈 真的耶 那麼厲害啊 對 欸有的人 San Sarina Sarina 我英文不好 有一個英文好的就好 哈哈 Sarina說 我只要聞到香水味 鼻子就會很癢 有的人會對香水也會過敏 會會 那種是屬於化學刺激物型的過敏 哦化學 對 可是有人說 有的香水是用天然的精油製造的 這樣也會嗎 它一樣是一種化學物質 它是不是被人工合成的 天然化學物質 哦 了解 所以一樣還是會 所以聞到香水味還是會打噴嚏 對 所以我們都建議過敏小朋友 建議家裡不要用這些東西 不管是天然還是人工的 化學的東西 化學的東西盡量少用啦 好 OK